我想要清潔 OK 沒問題的 耐心聆聽客人的需求 來自香港的CAN 是高雄知名髮型設計師 擁有自己的美髮店 忠實的顧客 認真的員工 不過23年前 日子可不是這麼美好 當初是因為有三個朋友 同時間來台灣 當那個時候國語都不會講 他就剪刀拿著就過來 過來試看看這樣子 因為朋友邀請來到台灣 年輕的CAN沒有想太多 帶著剪刀飄洋過海 從替人工作 到擁有一間兩層樓的店面 圓了自己的夢想 剛開始開店的時候 員工大概8個左右 對 到目前 目前大概13個 不只員工增加 客人更是口耳相傳 一個介紹一個 但真正讓CAN最開心的 去台灣的客人很不一樣 香港的客人 大部分都只是客人而已 就是很少會成為朋友 來到台灣的話 台灣的客人一般都是 慢慢會成為朋友這樣子 有時候會一起約出去 遠足 登山 運動之類的這樣子 員工是CAN在台灣的最佳夥伴 很多人從助理做起 一路跟著CAN 成為獨當一面的設計師 但要說誰是CAN的最佳拍檔 非他的台灣太太莫屬 也是朋友介紹 所以後來就是成為太太 幫我 他很會理財就幫我理財這樣子 台灣的感覺就是說 人情味比較重 然後生活壓力比較小 在台灣的二十幾年裡 CAN嘗經了離鄉背景的孤單 也體會創業艱辛 但是家人與朋友 就是他的最佳療藥 現在的他 非常享受在台灣的生活 更享受台灣特有的人情味 我們下次見